劉丹和藤麗榮這日出席品牌活動 提到早前丹爺孫女小糯米五歲生日 父母劉海威和楊蜜都難得合體 回香港和女兒慶祝 孫女生日過了6月1日 開心開心 那日很多人 她的同學仔 有同學仔當然有家長帶她們來 結果那日出乎意料之外 家長玩得更開心 雙小糯米五歲 難得有這麼多人聚在一起 有些不是經常見面 看到大家特別開心 玩得很開心 父親節快到了 不知道姊姊劉海威 又會有什麼驚喜送給丹爺呢 我一向都是這樣 我是不理這個什麼節什麼節我不理的 這是我老婆負責的 而且最那個就是到時候差不多了 才突然給一個驚喜給我 所以到現在我還不知道 她們怎麼安排的 我 真的是幸福的男人呢 我也不理 我是反正一到 哎 吃什麼飯吃什麼東西 啊 很開心這樣 反正你問我 我是從來沒有安排什麼東西的 我懶啊 我仍懶不想安排 那是幸福 另外騰麗明就再次和古天樂 合作拍攝電影版的尋巡記 不過拍攝期間就弄傷了腳 老公會不會很擔心啊 其實我打電話之前 跟我的朋友工作人員打個賭 就說我老公知道這個消失以後 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我說他肯定說一句 哎喲 那下一集他不能去滑雪咯 他真的說這一句 就氣死我了 我說我習慣了